哈囉大家好,我是Somi 不知道大家玩薩爾達的時候最喜歡用什麼武器呢? 我其實最喜歡用弓來打怪物 因為可以遠距離不用躲來躲去 那今天呢我研究出最強弓箭 就是要當最強的弓箭手 這次主要的主角為魔王之弓 魔王之弓的特性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星星的數量增強他的攻擊力 目前我測試下來最高攻擊力為60 需要30顆星星 之後我會將5連發瘦神弓的磁條移植至魔王之弓 可是我實測下來發現這個弓有一個壞處 因為射擊出去5個弓箭會帶分開 而無法集中弱點傷害 所以比起古裝備的玩法更適合使用眼睛來玩這把弓 眼睛可以追蹤怪物的弱點進行傷害 這樣子的話代表說5發弓都可以造成弱點傷害 那我這部影片除了會教導大家怎麼使用 把將5連弓特性的磁條移至魔王之弓以外 也包含怎麼無限使用彈簧的小bug技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囉 第一步要先收集到這次的主角 也就是魔王之弓 只要打贏幻影加龍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那我是來這個神廟附近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我們抵達神廟之後呢往後面走 幻影加龍他就會在下面 之後呢我們將幻影加龍打完後 就有機率會掉我們的弓跟劍 得到弓後我們再回到義始村 先教導大家怎麼把五連弓的磁條移至至魔王之弓的小bug 我們先打開道具欄 之後到我們的弓箭包 先把魔王之弓丟出來 之後我們再使用武器結合 把魔王之弓跟我們的盾牌結合在一起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我們在結合的時候必須要先按L鍵 再按列了 中間必須要鍵個0.2秒 那現在這個畫面就是成功的畫面 我們會看到那邊會有一個亮點 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的一半 接下來就是將L鍵及DL鍵放開後 無縫接軌道盾牌鍵 成功的畫面就會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盾牌可以學金更換並沒有任何的限制 只要不是原本用的那一個就可以了 以我為例 我原本身上裝備的是七寶盾 那我現在要更換成海莉亞盾 更換完盾牌後看到弓從我們身上彈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了 因為我們盾牌上會黏著一把弓 之後又會掉出一把弓 也就是兩把弓 之後呢我們再去找他進行分解 分解完畢之後我們必須先撿起盾 這邊的話我們需要五連弓 五連弓的話是從人馬身上掉落的 如果你不知道人馬在哪裡的話 我有發布人馬詳細位置的影片 可以參考右上角的資訊欄 或是下方的資訊欄進行查看 之後我們再把五連弓丟掉 這時候再把五連弓撿起來 再打開道具欄 這時候你會發現我們的魔王之弓會乘以五 這樣子的話就代表成功了喔 那也不要忘記要記得撿起來旁邊的弓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是需要30顆星星 如果你的精力比較多的話 可以先到我們監視堡壘這邊 找我們的惡魔神像跟他交換 抵達之後呢我們其實可以跟中間的士兵講話 這樣子的話中間就會打開 如果沒有辦法打開的話 就代表說你隱藏的分數不夠高 還是要多打一些boss類的怪物才可以 接下來就是要教導大家 無限彈簧小bug技巧 我們先把彈簧拿出來 身上鑽著隨便一個盾牌 之後一樣使用武器結合 一樣我們先按L鍵 再按L鍵 中間必須間隔0.2秒 那我現在這個樣子就是成功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個亮光 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的一半 因為這個bug的穩定性比較低 所以可以看大家要不要進行使用 可以試試看 玩一下也是蠻有趣的 這邊一樣就是要將L鍵 及列L鍵放開後 無縫接軌道盾牌欄 那成功的畫面就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之後選擇你要附加的盾牌 那我是選擇海莉亞盾 放開之後你就會看到彈簧彈出來 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了 可以打開我們的道具欄看一下 我們的盾牌是有添加彈簧的 可是如果我們關閉道具欄的時候 會發現我們盾牌是沒有彈簧的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成果展示時間 使用彈簧盾之後來擋白銀人馬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子彈時間就可以無限使用了 真的覺得用魔王之公射劍超帥的 結束 好 顏家巨人甚至不用火蝙蝠眼睛 一刀就必命 下一隻挑戰黑色獨眼巨人 只要有馬豬加持我就是生射手 下一隻就是大蠶蠟 我覺得眼睛流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會自動追蹤殘除的弱點 就像是他背後的礦石 再來挑戰幻影佳龍 兩刀結束 下一隻就是巨力哥馬 兩刀就可以進入第二型態 有彈簧盾真的是很方便 學時學地都可以彈跳起來 接下來是吉波德女王 一樣兩刀進入第二型態 事件結束 緊接著我們來挑戰三頭冰農 緊接著我們來挑戰三頭冰農 最後一個挑戰 也就是三頭龍王 最後一個挑戰 那這支影片也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最厲害的神射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Goodbye I'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 CryptoLight